各位朋友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听王老师讲中国历史故事,今天去到第30集,我们继续讲晋文公的故事,之前就讲回晋文公被逼流亡海外,最终得到巡目公的帮助,终于可以回回自己国家了。 在公元前637年,当时是晋卫公的14年,晋卫公是松乙的弟弟,盐,当年9月份,晋卫公突然病逝,太子羽就职位,视为晋卫公。 晋卫公职位之后,就很怕秦国去讨伐,因为之前他说,晋卫公曾经是和秦国一起向外抗张,一起定立了协议,但最后,晋卫公是出意反意的,令到秦目公非常之慌。 当时,晋卫公下令,跟从从乙逃亡的人,必须按期回国,如果是过期,就将整个家族杀光,都非常残忍。 而当时,从从乙的舅父,胡燕和胡毛,都跟随从从乙流亡,当时他们没有返回这个国家。 那么,晋卫公就很生气,就杀死了从乙的外公,这个胡特,也跟胡燕有关系,就是胡燕的爸爸。 那么,去到11月份,这个晋卫公就完成了这个葬礼。 那么,当时晋卫的大夫,阿联芝和却谷,是听说从乙在秦国。 亦都发觉,这个新任新上位的晋卫公,非常之不行,人有残忍。 所以,是暗中去劝从乙和赵衰等人回国。 当时,在晋卫做内应的人非常之多,他们希望从乙快点来收拾这个乱局。 那么,秦卫公知道了之后,就决定派军队护送秦乙,反这个晋卫公。 那么,晋卫公听说,秦军呢,杀到来了。 那么,就打算派出军队去抵抗。 而当时,民众知道了从乙要回来的时候,军队里面都不愿意去抵抗他。 只有,晋卫公一些旧的大臣,好像女省和却谷这些,抗拒从乙回来,因为跟他不熟。 那么,他回来的时候,自己便失势了。 而去到公元前636年,秦国护送秦乙,到达这个黄河边。 那么,突然间,跟随这个从乙多年的胡焉,就说了。 啊,我跟随了你周游列国多年。流亡海外多年。 唉,其实我都犯了很多错误,我自己都知道。 那么,我既然犯了很多错误,你都犯了不少。 我都是决定,唉,我都要走啦,这样。 那么,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,是吧? 那么,从乙呢,他就说,啊,如果我回到晋国之后呢, 如果有什么是不同,你是意见不同呢? 或者呢,我有什么辜负了你呢? 就请河臣呢,是造证的。 即是说,如果我有什么辜负你呢? 那这个河臣就降祸给我。 于是,从乙呢,就将一块很漂亮的碧肉, 丢到黄河里面,就跟这个胡焉发誓。 即是说,会跟它共同进退。 而当时另一个得力助手叫戒之推, 也都在船里面。 他就笑,即是,我不知道他大声或小声说, 他就说, 确实是上天支持,这个我们公子兴起。 那但是呢,你这个胡焉,他觉得自己的功劳很大, 就向君王呢,去到, 逼他去科索一些东西, 实在太无耻了。 我不愿意和这些人同流合污。 所以这里,说回戒指队后来, 晋文公从以复位之后, 他就请辞了。 说一说一说一说, 就渡过了这个黄河。 那秦国呢,就包围了令沽这个地方, 而晋军当时都建拔老张, 住宅在牢柳这个地方。 那后来呢,就是, 胡焉就和秦晋两个大夫呢, 就结盟。 而呢,最后呢, 是在这个, 叫丁美日这个日子, 就是一些, 就是, 天干地支, 在这一日呢, 从以就回到, 武功呢, 是朝拜职位, 终于回到自己的国家了, 视为晋文公的。 而这个怀公呢, 自然就走归了, 去到高梁这个地方。 而后来, 从以呢, 终于狠下这个, 这个独守。 不能这么独守, 因为呢, 这个怀公呢, 是杀死了他的外公。 所以, 从以发觉这个人呢, 就是残暴不仁, 于是派人就杀死了这个, 这个到流亡海外的晋怀公了。 那, 而呢, 而晋怀公的旧神匡, 那些女性的却弱呢, 原本想着呢, 是阴谋是放火, 是燒死松尔, 但是呢, 都是被人告密呢, 亦都被, 这个... 是这个... 秦牧公的, 有了。 因为这两个人, 知道是失败了之后呢, 就逃到黄河边, 被秦牧公杀死了。 那么, 经过这个重重波折, 刀光剑影呢, 晋文公呢, 终于登上这个帝位。 而晋文公呢, 之前兩集的流亡生涯都知道,俊文弓不是一個很有政治野心的人, 不過,他身邊有野心的能人之士, 輔助他也好,推他也好,硬迫他也好, 終於將他推上帝位, 這就是他們所謂做王者, 究竟俊文弓上帝後, 他是勵政圖治, 即是不斷向外發展, 還是做一個熔熔的君主呢? 我們下集繼續和大家說。